美国与加拿大终于突破分歧取得共识 谈判一年多的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9月30日晚上达成协议 巨星川普女婿库许娜是重要推手功不可没 根据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24年之久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满 先前川普已经与墨西哥达成共识 但与加拿大却迟迟谈不拢 在经过双方长时间协调后 新版NAFTA将改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地时间晚间10点 举行紧急内阁会议后 美加级传出捷报 杜鲁多召开紧急会议的时间 距离美国所设的午夜期限仅两小时 美国的午夜期限是为了赶着 将改良版协议文本交送至国会 事实上美国与加拿大面对NAFTA都各有政治风险 川普需在11月期中选举前展现强势 以确保共和党能够继续握有国会多数 而杜鲁多也不希望在明年大选前 被人看成是软脚虾 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指出 在协议中 加拿大奋力保住了争端解决机制 以保护加国木材业与其他品项 不受美国反倾销关税打击 但加拿大也为此付出代价 同意将每年约160亿美元的国内乳制品市场 开放3.5%给美国落农业 加拿大政府得为因此受到冲击的国内落农提供补偿 此外 每家汽车产业的消息来源透露 加拿大同意出口到美国的汽车额度为260万辆 这代表到时川普以国安理由 对各国出口美国的汽车加征25%关税之际 加拿大出口到美国 且不受关税打击的汽车数量 将从原先的200万辆增加至260万辆 保护了加国的汽车工业 彭博报导 美加达成协议之后 将使这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维持原有的三国架构 了解谈判过程的人士 将美加能够达成协议 归功于身兼高层幕僚的川普女婿 库许纳 因为在谈判因美加摩擦 而陷入僵局甚至破局之际 是库许纳与加国总理杜鲁多的贴身幕僚 包含巴茨 泰尔福等人 才能够让谈判得以继续下去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罗签竹 这里报道